好 各位喜欢阳明心学的朋友大家好 我现在要进行阳明心学的讲课 今天的进度是传习录卷宗 传习录卷宗一开始答故东桥书 那么这一段的讨论理论性比较强一点 因为藉由故东桥的提问有相当多的地方 直接就是王阳明跟朱熹在做理论的辩论 故东桥的理解也不能说是不了解王阳明的学说 但是对于大学文本的解读 以及对于王阳明心学特别强调心急理 知情合意的观念 那么故东桥呢有一些疑惑 不能算疑惑有一些质疑 这些质疑呢基本上还是没有核心地掌握到 王阳明讲的知情合意和心急理 都是处于人在意志纯粹化 已经立志已经专一了以后的状态 也就是人已经在做道德实践的功夫的状态 那么有的王阳明的心急理知情合意的这样的命题立场 那么故东桥的这个质疑呢 那么可以说也是一般人都有可能发生的质疑 但是也就因为故东桥这样的质疑 这个使得王阳明他所做的说明里面呢 这有很多就好像等于是在跟朱熹做理论的辩论 好我们看故东桥的问题 近时学者物内以外不而寡要 故先生特唱成意一意 真品高荒成大会也 物外以内 就是追求世俗的利益 忽略了自家脚跟下大事 或者是孟子所讲的 只重人觉 不重天觉 不重自己的理想 不修身养性 做任何事情呢 追求利益 为原则 不而寡要 做了很多的事业 但都谈不上 做了很多的事情 但都谈不上 对社会真正有益的事业 所以 王阳明先生 您提倡 诚意 真品高荒 对大家 是一个很大的福利 好 对于故东桥而言呢 诚意就是做事情 明确的道德意志 立他的心 诚诚恳恳的 为这件事情的本身 而不是有什么个人的私利 那么这个是诚意 所以在做事情的时候呢 主体 心 能有诚意 这件事情 才会是有道德意义 有道德价值的 所以认为王阳明提出诚意 是切重大家的弊病 那这应该是所有的时代 所有的知识分子的切重弊病 好 王阳明的回答 吴子动见时必如此 亦将何以救之乎啊 你也看到了 这个时代 大家都有这个毛病 王阳明看到的时代的毛病 跟我们今天看到的时代的毛病 也都可以说是一样的 那么要怎么拯救呢 不过呢 王阳明虽然提出这个问题 他也认为 彼人之心就是我自己 吴子故意一句道尽 其实你也已经这个说清楚了 那我所说的也真的就是 这个切重时弊的处理的方案 用这个方案 诚意就是可以拯救这个弊病 所以呢 也不需要再多说了 就是好好诚意 然后王阳明自己就再强调 诚意之说是圣人圣门 教人用功 第一义 尽是学者乃做第二义 稍语提出紧要出来 非彼人所能特唱 他不是我刻意的举出来的 其实呢 圣门 就孔孟 大学中庸 教人用功 本来就是要强调 诚意 但王阳明说 尽是学者乃做第二义 看为什么会讲这个话呢 因为 就是大学文本诠释 因为大学格武之之 诚意正心 因为朱熹是顺着 这个客观底研究事物的道理 然后呢 纯粹化主体的意志 然后修身其家治国 平天下 先知道事物的道理 知道了以后呢 把心意纯粹化 然后去修其治品 治国平天下 也就是先知后醒 所以在这样的解读上 王阳明认为 朱熹把诚意放到了第二义 第一义呢 反而是先知道事物的客观道理 那这样子的话 很可能 就回不来了 这样的话 王阳明会把它解读 就是物外以内 因为知道事物的道理都在外求 不二寡要 就活不回 回不来了 所以王阳明认为 他要强调诚意 王阳明一旦强调诚意以后呢 王阳明的格物自知 自知是自良知 自良知跟诚意等于同样的意思 格物呢 是政物 是格去物欲 是去恶向善 也等于跟诚意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格物自知 诚意正心在王阳明而言呢 四个概念 根本就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对王阳明而言呢 这个诚意是第一意 格物自知也是第一意 但是王阳明认为对朱熹而言呢 格物自知是第一意 诚意正心是第二意 那才修其制品 也就是朱熹有一个功夫次第的先知后行 王阳明呢 是这个主体意志纯粹化的 本体功夫的知行合意 这个路数有些不同 好 但是呢我要替朱熹讲一下话 这个不是第二意 对朱熹而言 格物自知 确实是有研究事物的道理 把客观知识掌握正确的意思 但是格物自知是大学的文本诠释 朱熹在座大学的文本诠释 那么大学呢 古之欲明明得欲天下先至其国 欲至其国先至其家欲至家先修其身 欲修其先先正极心欲正极心先 这个承其欲成即先至其之 智之在格物物格而后之之之之之之后 欲成欲成而生修身就加之之后 国之国之而后天下 乌有本末是有忠实之所先后则尽道理 为什么要格物智之呢 智之在格物物格而之之之之而欲成 欲成而后心正这个次第 本末忠实的这个次第的开头是什么 开头不是格物之之 开头是古之欲明明得欲天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得欲 在清明在止欲至善 智之而后有定进安律德 古之欲明明得欲天下 本来的目的就是为了治国拼天下 那么要其家要修身 要心正要义成要智之格物 也就是治国拼天下需要很多客观的知识 我们要把客观的知识搞清楚 然后正确的治理 客观知识搞清楚 知道正确的方式 但如果你不诚意 你不正心 你利用这些客观知识 比如说原子弹发明出来 结果用到了杀人放火的事情上 而不是利用原子能去造福人类 那就是核子的客观知识 你没有用造福人类的成义正心来处理它 而是用审人利己的这个态度来处理它 那这个知识呢 有了以后呢 你没有回到他原来古之欲明明得欲天下的轨道上 不行所以要再一次强调成义正心 实际上欲明明得欲天下 就是一个道德意志 所以为了这个终极的目的 然后呢 这个从格制成政修起制品 一路做来 朱熙解读大学文本 我个人还是认为大学本来的意思 是这样子 但是王阳明呢 因为对他来说 客观知识求知呢 不是太难的事情 对别人来说 也许很难 也许不是很清楚 对王阳明来说 不是太难 为什么不是太难呢 因为他是那种考试第一名榜首那类 那个等级的人 但对他来说 所有的人 难的倒也还不是客观知识 所有的人难的是什么 所有人难的是 道德意志的纯粹化 同样在朝廷为官 只有他能够仗义之人 同样为人处事 只有他能够时时刻刻掌握 起心动念 掌握良知 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大人物 大圣人 跟一般人不同 一般人跟圣人 差之毫厘的地方 就在是否能够提起本心 至良知与适事物 所以真正的问题 不在于客观知识的求知 王阳明也不否认要客观知识的求知 只是王阳明在做大学文本诠释的时候 重点没有把客观知识的求知 的角度的进入去解读 如此而已 好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们看下一段 这个慢慢的顾通桥 实际上是有跟王阳明在做辩论的 顾通桥说 但恐立说太高 王阳明的说法呢 这个立足点太高了 说话的标准太高 这个太高就是 人已经要处于 道德心完全发露 这个意志完全纯粹的状态 所以格物自知呢 就是诚意正心 就是证悟 就是自良知 那 而且心及理 而且呢 理在心内 天下无 心外之理 其实 这些话 说的是不是很高呢 是很高 说的是不是很好呢 是很好 说的是不是很对呢 完全对 但是呢 它是对待什么 圣人的境界 就圣人的境界 心及理 心物合一 知心合一 理在心内 即知即行 说到就做到 学就是去做 做就是在学 所以呢 这个 顾通教会觉得 力说太高 因为对一般人而言 我们还是要谈一个功夫论 王阳明的功夫论呢 非常的境界论 对一般人而言呢 我们还是要谈功夫论 功夫论呢 就从不完美 超向完美 是有一个次第 一步一步的上来 那么这 对于一般人而言 是比较 妥当的一个成长的进路 当朱熹在诠释大学的时候 就说大学是 一步行程的 阶段性的 这个成长的方法 是对所有的人都有用 是一步一步来的 那王阳明这样讲呢 这样解读大学的文本呢 其实直接都是利根器的人的做法 直接都是圣人的做法 所以顾通教说 用功太节啊 速度太快了 一下子就说到最高点上 后生失传 大家晚辈学者在学习的时候呢 这个影响谬误 恐怕会搞错 搞错就会对于佛事明心见性定位 顿武之机 无怪文见者无异 为什么是这样 就是说 你只处理道德意志 然后呢 你觉得你 道德心起起来了 我就是要对你好 所以我要求你这样 要求你那样 你不能这样 你不能够那样 这件事一定要这样 这件事一定不能够那样 哦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未免太固执了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很可能 道德杀人 所以 这个 就是自信 太过 就是 不用做客观的研究 就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 那其实对王阳明而言 是不是 不需要多想 就知道这件事该怎么做呢 当然是 因为他处理的是良知 至于具体做事情的方案 怎么样做才是对大家最有利 以及在做大家最有利的方案的时候呢 是不是夹杂着个人的私利 这件事情是要细细的分辨的 不是当下就是了 但是王阳明他没有私心嘛 道德意识上的分辨当下就是 王阳明智商又很高嘛 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客观知识的问题 早在家里读书就搞清楚了 天天上网天天就搞清楚了 在场合上0.01秒要反映的是 道德意志的问题 所以这套说法出来 对一般资质的人而言呢 会觉得你是不是讲的太高了 这样会不会太任性了 无怪文者见语啊 难怪听到你这个说法的人呢 会有一些疑惑 不怀疑 好王阳明就要来回答 区区 区区就是私 就是我 跟彼人一样都是我 好 革智成政之说 是就学者本心 日用 事为奸 提旧见旅 实地用功 也就是 但是王阳明 虽然把 革智成政 说成了 一套功夫 是没错 那就是提起本心 而提起本心呢 就在日常生活上的 每一件事情 都动心忍心 每一件事情呢 都 刻苦 铭心 体旧见旅 实地用功 王阳明的这个实地用功 都是用道德责任的承担 所以他说 多少次地 多少累积在 积累在 王阳明这边说 虽然说次地 但这个次地呢 不是朱熹在解读大学文本 先知后醒 的那个意思的次地 我们再想一下 古之欲明明得欲天下 先 至其国 欲至其国 欲至其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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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就是大学所讲的次地 事情一件一件的来 一件一件的完成 对王阳明而言呢 这个次地 其实就是念头跟行动之间 但这个念头跟行动之间 是一个动心忍心 是一个意志的贯彻 贯彻 是一个勇敢的承担 是一个对于后果的承担 所以呢 是次地 有一个次地的意思在 是一个累积 是一个累积 是一个勇敢的承担 所以呢 所以是什么 在事工上实实在在的功夫 所以王阳明自己认为 正于空虚顿悟之说相反 怎么会是空虚的呢 怎么会是顿悟的呢 我扎扎实实在事工啊 儒者认为自己跟佛教的差别 就在于我所有的心性功夫 都是落实在人间事工 反而佛家的这个心性论呢 这个没有为天下人谋福利 所以呢 这是如佛之变 所以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空虚的 因为他都落实在天下事 事工之上 好 那问题是出在哪里了 王阳明这样强调 为什么大家会见仪呢 文者见仪 因为文者本无求为圣人之志 谁有求为圣人之志呢 就是王阳明 王阳明从小就要做天下第一等人 我们没有很多人从小立志做天下第一等人 而是一直学习一直学习 追求理想成长 然后读传习录读论语诗书 明白为人处事的道理 但是呢社会很艰难 尽量的学习这样子 不太敢想成为圣人 王阳明从小就求为圣人 要做天下第一等人 王阳明的意思就是说 你们其他人没有求为圣人之志 如果你有这个志向 如果你有这个志向的话 那么这个任何时刻 任何时刻只做一件事情 就道德意志的纯粹化 至于这件事情怎么做 该怎么做 客观知识是怎么样 那就是自己在家里用功读书 没有做任何事情 以利他建设社会为目标 为原则 所以呢 这个就提不起来 而且又未尝讲究其强 随见一样 义无足怪 好像就是说 一定是要慢慢来 一步一步 做很多知识上的这个学习 然后呢 再去诚意证心 就分成两步 就功夫就分开了 那就不对了 对王阳明而言 知道事情的知识的同时 就是要去做它 所以因为立了成为圣人之志 但是这里我也要 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回来 朱熹在全世大学文本的时候 格武之志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 明明得于天下 格武之志讲一个功夫的次第的 最后的完成是什么呢 物格后之志 之后义成 义成后新政 新修生修生修 家旗家旗家旗后国制 国制 然后天下平 格武之志要完成在天下平 才是格武之志的完成 这是朱熹讲的明明白白话 所以这个朱熹的解读呢 一样是求为圣人之志 就是王阳明在这里呢 借朱熹的理论的批评 批评他同时代的 同样的读书人 不能够真正 这个有圣人的气象 做真正的儒者 做真正的君子 王阳明核心底掌握这个意思 那难怪他能够好好的 这个继承孔孟之道 因为孔孟之道呢 就是要立天下 就是要每一个人做君子 每一个人做圣人 好 若无子之高明啊 自当一语之下便了然也 乃乃义 乃义位利说太高 用功太节 太节 何爷 王阳明这话就 不太好了 就在骂人了 骂顾东桥 一个人骂人呢 不是骂你很笨 而是骂你很聪明 骂你很聪明 说你很聪明 就是骂你很聪明 其实也是骂你太笨 无子之高明 像你这么聪明 你应该一下就明白了 那你怎么还说我讲话 力说太高 用功太节 好像我的东西很空书 空虚像佛教的东西 那你就搞错了 你搞错了 那你怎么会是一个高明的人 王阳明完全没有说别人不高明 但这句话就在说别人不高明 虽然这句话是说无子之高明 这是古代人骂人的方式 好我们看下面一段 蓝书云所谓知行并禁 知行并禁就是王阳明的话 知行并禁对不对呢 百分之一百对 完全对 有没有人主张知而不行呢 没有 王阳明认为朱熹的主张造成知而不行的效果 朱熹有这样主张吗 完全没有 但是王阳明同时代的人 有没有知而不行呢 有 古往今来 一大堆人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都是知而不行 可不可以这样说呢 当然可以 知而不行 没办法成胜的 怎么解救呢 那就是知行并禁 所以王阳明的意见完全正确 各位朋友 王阳明的意见立场完全正确 需要学术上讨论的只有 对大学文本诠释 是不是一定要按照王阳明这样的解读方式来诠释 只有这个问题 王阳明的意见都是对的 朱熹的意见也都是对的 这对大学文本诠释 先知后行 知行合一 格制成正 变成一件事情 还是格物之之 成一正心 是两件事情 这不同的诠释 如此而已 说成一件事情 有它的道理 说成两件事情 有它的道理 然而客观的来说 大学本来的意思 是说成两件事情的 好 但这不妨碍 王阳明是个伟大的哲学家 伟大的儒者 但是呢 个性太刚烈了 所以呢 他做了很多学术上的讨论 来主张格物之之 是他的意思 那这我们当然可以从 学术上跟王阳明进行讨论 甚至辩论 但是从王阳明个人的道德事工呢 那当然没有什么好批评 只能肯定 赞美 尊敬 崇拜 好 知行并进 不宜分别前后 就是知跟行是同一件事情 同一个动作 那么 即中庸 尊德性而道问学去攻 尊德性而道问学 道问学是知啊 尊德性呢 是行啊 交养互发 内外本末义贯之 知道 所以呢 顾东桥呢 也同意知行并行 中庸这话也是这样的意思 但是虽然如此 我们还是得谈一个功夫次第 不能无先后之差别啊 概念上它应该是两个概念 比如说我们知道 这个东西是菜 那个东西是草 菜可以吃草不能吃 我们知道 这个是山东大馒头 那个是一块大砖头 馒头可以吃 砖头不能够吃 知汤乃饮 知衣乃糊 知路乃行 未有不见事物先有事事啊 我们不知道这个是食物 那我们就去吃吃饭 没有这种事情的 旨意 毫离数物之间 非未有等今日之至明日乃行啊 意思是说 在我们的认识的活动里面 我拿了一颗馒头起来吃 所以我知道这是馒头 我不会拿了一颗石头 起来吃 这个毫离数物之间 也是当下的 但是呢 在行为的意义上 从认识活动的进度上 我们可以七分区分 这是两回事 所以有一个次第 有一个先后之差 好 为什么要这样强调呢 吃饭睡觉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啊 搭公车搭地铁 搭飞机搭高铁 这些事情我们都会啊 但如果今天要你这个 去做一件你没做过的事情 要你去一个你没去过的地方 你还是得先研究地图 或今天要你去发明一个新的科技的产品 那你得大量的研究 基于你过去的知识的基础 召集专业大量的研究 再把某个东西研究出来 今天还有很多很多的建设呢 这个人类的这个科技的工法 还没有办法达成 但是我们希望能够达成 那就怎么样 一定要做很多的研究 然后理论出来了 知识确定了 实验也可以成功了 找材料找人才 找这个机械把事情完成 所以呢先知后行 是一个做事情的步骤 很简单的概念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深刻的道理 不用想的太严重 他有什么大问题 先知后行没有什么大问题 是王阳明的学问太高深了 不是学问太高深了 是王阳明的利益太高 直接从圣人的境界来谈事情 我刚刚所讲的那些 王阳明也不会反对 王阳明会强烈的主张的说 你之所以愿意花那么多力去 去找那么多书本 找那么多人开会讨论 做研究做实验 反复的实验 那就是那个知的行为 本身就是实践的行为 那个知就是一个行为 所以变成怎么样 有点像语意约定的问题而已 我们对真实的世界 其实大家意见没有差别 而且不能有差别 只是我们在使用语言的时候 语意的约定有差别而已 好 这个 季云王阳明就回答了 你既然说交氧互发 内外本末一以观之 那显然你已经同意我知行并进了 但是你又说功夫次第不能无先后之差 那你这样不是自相矛盾吗 到底是知行并进 还是先后之差 好 接下来非常精彩 这个我们说先知后行 接下来 王阳明等于要说什么 先行后之 我们说知了你才去行 这个行才会是对的 王阳明要说你要去行啊 行了以后你才会真正知道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 所以王阳明说先行后之 接下来就是要讲先行后之 但我这边先说一下 先知后行也是对的 先行后之也是对的 先知后行看你谈什么 先行后之看你谈行 先知后行 这个知道往哪边走才能够到什么地方 你才往那边走 叫先知后行 先行后之呢 你往这条路上走 走了以后你才会知道这条路上 东边有什么西边有什么 这里有什么那里有什么 这里有什么点那里有什么路 这样子 所以你要走了以后 你才会知道路上的整个的风景 这叫做先行后之 我们知道顺着某某路一直走下去 就可以到我们要去的地方 我们看地图 所以我们才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但是王阳明说 你要顺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 你才会知道这条路 左边右边有什么风光 没有错 我以前没有来过这条路 那就王阳明所讲的先行后之 好 这有什么好争辩的呢 这真的没有什么好争辩 但是王阳明要强调先行后之 知时乃时 等说 这个是很容易明白 这个五子为禁闻障壁 什么是禁闻障壁啊 那就是一百多年前 朱熹讲的那些东西 字不查 而 知时乃时 这不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朱熹讲的那些没有什么好说的 但是呢 你受到理论影响 所以呢 这个 有一些障壁 人必有御时之心 然后之时 御时之心即是义 即是行之时 好 那么 十位至美恶 必带入口而后之 其有不带入口 而已先知 十位至美恶者也 好 我们就看看这段话 我们一般的时候 想要知道的 要研究的是什么呢 要研究的是 这个东西可不可以吃 我知道它可以吃 然后我再吃 我到餐厅 这个点一道菜 然后我去吃 我不知道它好不好吃 对我来说好不好吃 对很多人都说好吃 但我不见得我喜欢它 但是我会不会怀疑 这个菜是不能吃的 不会 我知道这是餐厅 我知道呢 点的菜 这就是给人吃的 就是好吃的 但是到底多好吃 我是不是真的那么喜欢呢 那等我尝了才知道 朱熹讲的 或者说先吃后行讲的是 我知道那是食物 我才吃它 外面讲的是什么 我没有吃它 为什么知道它好不好吃 请问我们的问题是 它可不可以吃 还是它好不好吃 如果它可不可以吃 那我得知道 它是食物 我才能够吃它 先吃后行 它好不好吃呢 那一定是我吃了才知道 别人说好吃 我爸爸说好吃 我妈妈说好吃 我男朋友说好吃 我女朋友说好吃 我自己也不见得说它好吃 每个人口味不同 所以我要明 谈的是好不好吃 但问题是先吃后行 谈的是可不可以吃 不是在谈好不好吃 但是我要明 从好不好吃的 这个例子 来做说明的时候呢 确实你一点吃了以后 才知道好不好吃 所以变成什么 先行后制 所以王阳明还是很厉害 跟孟子一样 告子说 水无分于东西南北 孟子说 告子说 水无分东西南北 所以人性无分于善恶 孟子说 你有水做比喻是不是 OK好 没问题 水固然无分于东西 无分于上下乎啊 人之性善也 有水之旧下也 跟孟子一样 反应很快 立刻都可以找到 这个 从你所讲的话 我找到这个另外的一种思考模式 然后来提出我的主张 我的意见 好 因为顾东桥讲 知实乃实 知汤乃印 知衣乃福 知衣乃福 这个 它是一个 石头 雕刻出来的衣服 它是一个铁器 打造出来的一件衣服 只有衣服的样子 为模 为笑 这样子 或者 它是 餐厅 橱窗 放着的 那一个 什么 哨子拉面 麻婆豆腐 这个 公保鸡丁 的 那个食物的样子 但它是那个塑胶做的 做的唯妙唯小 就让你看了就想吃 但你会吃它吗 你不会吃 你会点那道菜 然后你就可以吃它 所以 这个 顾东桥呢 是在谈 它可不可以吃 结果王阳明从 他好不好吃 来给你举例子 顾东桥 谈先知后知 王阳明谈先行后知 人 想要吃 才会去吃 想要吃的时候呢 就已经在行了 但是呢 要 入口才知道 食味之美 所以呢 这个 吃了以后 你才会知 想要吃 就是行 吃了以后才会知 所以先行后知 先吃了以后 你才能够知 必有欲行之心 然后之路 欲行之心之十义 即是行之十义 看王阳明的解释 入其之险宜 必带亲身经历而后知 其又不带亲身经历而以先知 路 是显异者 就是我所说的 人家问的是 人家问的是 这个 这条路 你往东边走 可以到 这个 某某城 还是往西边走 可以到某某城 人家告诉你要往东边走 然后你就往东边走 你果然到了某某城 人家问的是 那个城市的方向 这条路 我还没讲的是什么 路之险宜 必带亲身经历而后知 只有 不带亲身 这个 履历 而以先知 路之险宜者 往东边走 可以到某某村 我就是要去 险我也要走 义我也要走 路好走我也要走 路不好走我也要走 沿街都是百货公司 我也要走 沿街都是铁工厂 我一样也要走 整条路都是某某路 很好走 我要走 整条路都是烂泥巴路 不好走 我也要走 先知后醒 知道那个城市 在路的哪一边 或者是哪一条路 知道了 我们才去走 如果你不知道 你可以走吗 你走到一条路 你要去的那个地方 你不知道是往右边走 还是往左边走 那你要怎么办 你随便往右边走 或随便往左边走 当然不会这样 你得问清楚 这就叫做先知后醒 在这个地方呢 王雅明有孟子的霸气 他一定要讲先行后知啊 结果知什么呢 知路之险宜 但我们在谈 地方在哪里 才知道往哪里走 在先知后行的意思的时候 谈的不是路之险 一样 好 我们也不必跟王雅明 再辩了 就理解他的思路就好 知汤乃印 知医乃福 以此立之 皆无可疑 一 好 这个 所以呢 你所讲的 那个意思 这个 并不足以说明 一定是先知后醒 反而是先行后知 但是王雅明真正的意思 其实就是知行何义 好 若无子之欲 照你的想法 是乃所谓 不见事物 而先有事事则已 就是 你还没有吃那个东西 你就知道那个东西好吃 你还没走过那条路 你就知道那条路好走 还是不好走 那其实呢 人家要谈的是 我得确定那是食物 我才会吃那个东西 它不是橱窗里面摆的塑胶做的好看的食物 它不是博物馆里面成色的这个用黄金打造的衣服这样子 其实不是拿来穿的 所以呢 这个不一样的比喻 只是想要得出先行后知的立场 我只又为此意 逃离树乎之间 非为截然 有等今之之而明日乃行 这个 顾童桥讲这话的意思是 我知道它是食物我才吃啊 这件事情不需要花一整天的时间 但是我们要做一件事情 都得知道这件事情该怎么做 我们才去做 这件事情 所以呢 再伟大的工程的建设 你也得事先画蓝图 事先研究材料 事先研究你的物资的资源等等 然后你才去做 弄清楚了 格物置之 然后你才去做 做的时候诚意正心 不要这个假工技师 不要这个客 客扣工人的薪水 这个不要这个用劣极品来替代 优积品的材料等等 在做工程的过程中 要诚意正心 不要收人家回扣 不要接受人家的贿赂等等 这是诚意正心 但是前面格物置之呢 有太多知的工作要进行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立场 很简单的这个面对很简单的知识 就没有必要有这么多的批评 但王阳明有点批评太过了 好 那这个顾同桥的话 王阳明说 事已查之上有未经 然就如无子之说 知行合一 之为合一并尽 亦自断无可疑 好 所以王阳明自己坚定的主张 是这个知行合一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一段 还是知行的问题 真知所以未行 古董桥说 王阳明的话 不行 不足未知知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为学者吃行立教 必物攻行则可 我们强调实践 绝对是对的 禅宗在佛学宗派里面 最重要的特色就是强调实践 佛学其他的宗派 没有不实践 没有不谈实践 但谈更多的理论 那禅宗呢 谈更少的理论 就不谈理论 直接来谈实践 好 王阳明呢 就是这样子 直接来谈实践 那孟子哲学呢 就是一个功夫论 谈的很好的哲学系统 王阳明呢 也就是一个功夫论的哲学系统 陆向山也是一个功夫论的哲学系统 朱熹呢 是个行上学的哲学系统 但朱熹呢 也是个功夫论的哲学系统 只不过朱熹的功夫论呢 强调功夫次第 王阳明的功夫论呢 强调本体功夫 功夫次第中的每一个项目 也都是本体功夫 没有不强调本体功夫 也没有否定本体功夫 只是强调功夫次第 但王阳明在强调本体功夫的时候呢 刻意的要去否定 朱熹的这个功夫次第 因为太多人读了朱熹的书 科举考试考的跟他一样好 做官呢 却没有好好做官 没有真诚的做官 所以呢 知而而不行啊 刚好落入朱熹 先知后行 结果 知而不行的大学文本诠释的缺点 当中 认为朱熹先知后行的大学文本诠释 正好开启知识分子 读书人 做官的人呢 知而不行的大毛病 所以王阳明要主张大学文本不应该上朱熹那样的诠释 所以格物知之呢就是诚意正心 知行是一件事情 知道了就一定要去做 然后呢不要去强调先知后行的这个大学文本诠释 要强调即知即行 知行合一 结果格物知之呢就等于诚意正心 概念的解读了 这就是王阳明的思路 好 顾东乔 这个同意王阳明强调直接实践 知就是要去实践 好 但是你看顾东乔的话也问的很清楚 若为行即是知 恐其专求本心遂以物理 必有暗而不达之处 其义圣门之行并尽之 惩罚灾 如果讲行即是知 专求本心遂以物理 什么意思呢 我要去做这件事 一定要按照我的意见去做 你们绝对不能够那样做 这样做才是对的 各位朋友 如果你是孔子 如果你是孟子 如果你是王阳明 你说什么我就跟着你干 但一般人呢 我做的东西就是对的 我都是为大家好的 一定要这样做 不能不是这样做 不这样做呢就没有道德 我们看到一般人讲这种话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担忧 什么 专求本心遂以物理 而这个本心呢 恐怕没有立足于客观的知识 所以遂以物理 这个叫做这个 刚愎自用 就常常会落入 刚愎自用 但是王阳明行即是知 没有问题 为什么没有问题呢 王阳明从小立志做天下第一等 求为圣人之志 时时刻刻都在检查自己的起心动念 良知 真正正正的儒者君子 所以对他来说呢 他要做的事情都是道德上 利益他人的事情 至于客观知识的研究呢 王阳明就是那种考试第一名的小孩 每天用功读书 很快就搞清楚事情怎么做 哪需要花那么多的时间 但一般人 一方面 客观知识要花很多的时间 研究 二方面呢 研究好了以后呢 还会想到自己的私利 所以客观知识的以后 要诚意正心 所以先知再诚意正心 这确实是 一般人 大多数人 做功夫 应该要有的 这个次第做 所以朱熹这种解读方式 是对大多数人 王阳明这种解读方式呢 就是圣人君子 立根器的人 这两种解读方式 理论上都没有错 所以 不要有一种解读 去否定另外一种解读 我觉得这样就好 王阳明非常努力的否定另外一种解读 必有暗而不达处 其圣人之行并尽之惩罚在 顾东桥就有这个担心 如果你放到一般人 那你这样讲就有问题了 王阳明前面不去说吗 就是你们这些一般人没有求为圣人之治 好了 那怎么办呢 人有没有求为圣人之治 人有没有道德意志 提起来 这确实是自己的事情 所以呢 这个 没有办法分辨 这个很难辩论 好 王阳明说 知之真切 笃实处即是行 那么 行之明觉 精察处即是知 这两句话非常深刻 非常有道理 认真的知 它本身是一个行动 这个我就要讲 朱熹强调道问学 他就是在道问学上非常认真 为什么要这么认真呢 为先行儒家的经典做好注释 让后来的年轻弟子读书的时候呢 能够清楚的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 那句话什么意思 读清楚了 作为自己为人处事的依据 所以朱熹是读书救国啊 读书这个 来弘扬如门 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 这句话就可以用来肯定朱熹 行之明觉 精察处即是知 王阳明就是去做 但做的时候整命 而不空书 时时刻刻呢 都用心用力 所以王阳明前面才讲 这个有一段前面就讲 这个对我来说呢 学者本心日用事为奸 体旧见语实地用功 多少次地 多少积累在 对王阳明来说 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恩 这个 那个实践的时候 多少积累在 体旧见语实地用功 所以对王阳明而言呢 知行当然是一回事 知行功夫本不可理 但是后世学者 却把它分作两节 来用功 失去了知行本体 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真知即所以未行 不行不足未知知 这样子 所以要强调一个 这个知行合一的理论 知行合一的理论 知行合一的理论是功夫论 先知后行的理论也是功夫论 但是是功夫论里面在处理什么 功夫次第的问题 知行合一呢 是功夫理论里面在处理什么 本体功夫的问题 就是你知也是为了行 行呢要依据那个知 行要依据那个本体 那所以行呢也依据了那个本体 至于知呢 知也是为了行 知呢也是为了那个价值意识而去知的 所以呢 这个如果我们从这个功夫次第来讲 知行的时候 知跟行都是本体功夫 但如果我们来从功夫次第来讲 做功夫的时候呢 那要先知后期 但如果我们来讲 我们做任何事业的意义的话呢 那每一件事都是 都是什么 都叫知良知 无心知良知与事实 每一个行动都是本体功夫 知也是本体功夫 行也是本体功夫 知就是行 行就是知 知知 这个 真切笃实就是行 行知 明觉经察就是知 这个知的功夫也是个本体功夫 行的功夫也是个本体功夫 所有的功夫都是本体功夫 不是本体功夫就不是功夫 但是呢 所有的本体功夫呢 如果你给他分开来讲的时候 你现在在读书 你现在在断案 你现在在这个帮公司去购买采购 然后你现在呢 在带领大家呢 指挥大家 指挥交通 等等 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啊 那这个时候很多事情呢 我们不是讲吗 做事要有效率啊 做事要分这个轻重啊 做事要分缓急啊 要处理先后啊 那这个时候功夫次第的问题就来了 就来了 所以功夫次第 还是一个功夫论的问题 好 那完全是可以谈的 好 这个完美谈的是本体功夫 所以是所有的功夫 活动的意义是什么 所有的功夫 活动的意义都是 智良之于事实物 都是提起本心 所以呢 知也是这件事 行也是这件事 格物之之成义之正心 全部都是这件事情 所以知行合一 合一并进 好 就像前面顾中桥所讲的 知识乃识的说法 可见前语略言之语 此虽吃紧就必而发 然知行之体本来如是 非以己意一扬其间 故为是说 以拱一时之孝 则也 好 这边就是在说这个 古东桥前面的这个 说法呢 好 这个有一些 不精确的地方 那王阳明呢 就要再度的强调 我不是应付应付你讲的 知行本体这句话 不是场合上 应付一下讲的 非以己意一扬其间 故为是说 只求一时之孝 是知行的本体 本来无事 专求本心 遂以物理 那对王阳明文言呢 不可能有这样的事情 怎么可能会是这样呢 伏物理 不外与无心 所以王阳明无法忍受 无法接受 别人批评他 专求本心遂以物理 沐东桥的意思是 你只处理自己的意志 你认为道德意志 然后呢 你想怎么做 你就怎么做 所以你刚愎自诱 忽略了客观的道理 那王阳明而言呢 他的道德意志贯彻的时候呢 就是客观事物该处理的原则 就是仁义同时出现 那孟子不是仁义内在吗 告子不是仁义外吗 义决定于对象跟你的关系 所以父慈子孝 兄友弟公 这个忠君爱臣等等 所以到底是哪一个义 哪一个德行 决定于对象跟你的关系 孟子不是这样讲的 你内心不尊敬他 静能够发生吗 你内心不爱他 词能够发生吗 所以呢 静词中 这些价值意识 决定于你的内心 要不要去做 所以孟子讲的是什么 功夫论 告子讲的是什么呢 伦理学伦理得目 这是不同的哲学问题 所以呢 这个 王耀明在这一段的谈话 王耀明自己就说 你们那些说法想告子 这个意外之说 王耀明当然是孟子的继承 所以是仁义内在 但是我要强调 仁义内在 那就是一个功夫论 价值意识 普遍原理是客观的 对任何人都一样 但是功夫论呢 有做功夫的人 这个价值意识 在他的身心上 才能够呈现 对王耀明而言 他现在强调的就是 这个价值意识 有没有在我身心呈现 呈现的时候 价值意识 在我的内在 所以物理不外于无心 中君不外于无心 我的心如果不愿意中君 这个中的理就呈现不出来 好 但是我们要想一个问题 你对谁忠 是国君呢 对你爸爸呢 是孝 对你的儿子呢 是词 你会忠于儿子吗 不会嘛 你是词嘛 你会孝于国君吗 不会嘛 你是忠嘛 你是这个词于国君吗 不会嘛 你是忠于国君嘛 这样子 所以呢 伦理得目是一个哲学问题 但是呢 道德意志的提起 做功夫是另外一个 哲学问题 王耀明谈的都是 做功夫这个哲学问题 所以我们说王耀明是 功夫论进入的哲学家 物理不外无心 这些价值意识呢 都在我内心意志坚定的 提起的时候 才能够呈现 外无心求物理 无物理也 我如果不去做他 忠孝仍爱心意和平 都不会呈现存 但是请问 客观的忠孝仍爱心意和平 这些理存不存在呢 当然还是存在啊 它只是不发生在我的生命的行为里头 我要明谈的就是我的生命的行为 我要明谈的就是我的功夫 所以呢 这个功夫论进入 一切宿诸于主体 宿诸于内 一物理而求无心 无心又何物也 一物理求无心 那就是什么 追求私利嘛 仿于利而行 仿于利而行 孔孟要指责 王耀明也要指责 所以这个心是什么心呢 这是邪心 我们的心 心之体 性也 性即以利 心之本体 就是天性 天性就是天理 本性 就是天理 性即以敌也 各位朋友 朱熹讲性即以利 王耀明其他地方多讲心即利 这个地方 王耀明讲性即利 那朱熹讲性即利 跟王耀明这里讲性即利 是不是一样的意思呢 完全一样的意思 没有什么不一样的意思 本性 人性的本性就是天理 人性的本性呢 是心之体 但是每一个人的心之体 有没有发挥出来呢 没有啊 只有王耀明一个人发挥出来 朝廷满街 满朝廷都是儒生 就王耀明发挥出来 那其他人难道没有 天理的人性的本性吗 错 每个人都有 但他没有发挥出来 他们被他们自己的 私利的考量 遮蔽了 他们没有 做天下的第一等人的 志气 没有立志要做圣人 所以现场上就为了自己耳目口鼻之欲 私欲 限制就不能够完全呈现心之本体 那为什么会有耳目口鼻的私欲呢 因为人是礼器存在的结构 身体的营生 耳目口鼻需要去满足他 你可以不吃饭吗 十天不吃饭 一个月不吃饭 不喝水 可以吗 那就像刘吉山一样 绝食 自绝 而死 你不能不吃饭 你当然可以吃饭 你可以抢人家的饭吃吗 就不行 所以耳目口鼻之欲不是不行 但是呢 够了就好 他不是目的的本身 所以孟子已经讲了很多 耳目口鼻小体 人以理智是大体 从其大体为大人 从其小体为小 为了耳目口鼻之欲 努力目标放在这里 一心只求自己更多的财获利益 而不能够关心天下人 这就是耳目口鼻小体 关心天下人就是人以理智大体 人以理智大体呢 这个人以理智就是天理 就是天道 就是人的本质性的本性 就是心之体 虽然心之体是性 性就是理 但是呢 人就是一个理气的结构 人就是有物欲遮蔽 人就是有为恶的可能 人要是没有为恶的可能 孟子何必要求求仿心呢 所以性善论还是预设了 人会为恶的可能 性善论的意思不是 每一个人本性都是善论 每一个人的本性 性善论也不是每一个人的本性 都会时刻成显 但是性善论是要强调 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善的 强调每一个人的本性都是善的 是要要求每一个人都得做君子 每一个人最后都可以成为圣贤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君子 这个 如果我们学佛学的话 就会理解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佛 每个人都有如来藏 每个人都有心真如 儒家也是 每个人都有人以理智的本性 所以我还没在这边讲 性极理跟朱熹讲的性极理 完全是同样的意思 但是现在问题是 那你心能不能够极理 我要强调 心极理跟性极理是不一样的意思 性极理是伦理学 形上学普遍原理的命题 心极理是功夫论跟境界论的命题 你有没有做功夫 心有没有极理 去做功夫 要求自己如理极理 那如果要求自己如理极理 并且也做到了心完全极理 那你就成为圣人 那就是做到了圣人 那就是境界 所以心极理是境界论的问题 好 有孝亲之心 极有孝之理 极有孝之理的意思 不是孝顺的理 是子女要孝顺父母的这个道理 有可能存在或不存在 子女应该孝顺父母的这个道理 两千年存在两万年存在 永恒的存在 只是这个道理有没有呈现在你家 你跟你爸爸之间 如果要呈现 那就是你要孝顺父亲的心 要呈现 并且要去实践 对你来说孝顺的理呢 才呈现 没有孝亲之心 对你来说就没有孝顺之理 你不孝顺不表示别人不孝顺 你不孝顺别人孝顺 就天底下人孝顺之理还是存在 而且孝顺父母的原则 原理原则该怎么做 孔子孟子讲得很清楚 孝顺之理永远存在 怎么会因为你不孝顺父母 孝顺之理就不存在呢 但我讲这个话 就是一个本体论进入 形上学进入的说 你不去孝顺 孝顺之理就不存在 但我讲这个话的时候 是功夫论进入 功夫论的陈述 王阳明就是功夫论的陈述 有忠君之心即有忠之理 无忠君之心即无忠之理 你不忠不孝 别人不忠不孝吗 别人忠孝啊 所以忠孝之理呢 在天地间存在 在别人的身上存在 过往今来 有太多忠孝结义的故事 所以普遍原理 本体论 形上学 性理忠孝 这东西早就存在 横存永存 这就是形上学的思考 王阳明不是一个形上学的思考 的形态的哲学家 是一个做功夫 功夫论形态的哲学家 他是一个实践性格 非常浓厚的儒者 以及哲学家 好 理起外語无心也 那理不外于无心 我的心没有去呈现它 实践它 这个理呢 就没有了 所以我到心外去找理 有什么用呢 是要我心提起来 好 但是朱熹 到心外去找理 是什么意思呢 朱熹要找的 不是我的仁义理智 朱熹要找的是什么 朱熹要找的是 这个爱迪生的 朱熹要找的是 这个牛顿的定律 或者是这个 另外一个科学家是谁 要找的是 牛顿定律 找的是爱迪生的 这些科技 等等 那些东西是事物的客观原理 在事物上找 所以格物呢 是智物 到事物的事情那里去 研究事物的道理 格物是智物 就到事情那个地方 去研究它 忽然为人之所以为学 心与理而已 心主乎一生 管乎天下之理 理善在外事 不外乎一人之心 朱熹这个话讲得很清楚 讲得很好 有两种 一种是 客观事物的物理化学原理 另外一种是 天下事物的人 理智的价值原理 那这一点呢 都可以分心与理来谈 那么客观事物的物理化学原理 这个没有什么好讲 它就是外 至于天下事物的人 理智之理呢 人心天理 同样一件事情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一个原则就是利他 就是服务社会 就是建设性地要为天下人服务 所以有人义理智的价值意识 既是天道 既是天道 也是理体 也是性体 也是心体 那这是就价值意识而言 心主为生 管乎天下之理 善在外事 不外乎一人之心 都是同样一个理 什么理呢 人也理智 是性善之理 朱熹就是孟子的性善论 的发挥者 所以朱熹讲这个话 那就是说 那个价值意识的原理 既是在心内 也是在事物上 那王阳明强调什么 那个价值意识的原理呢 不外无心 如果我不去做它 它是没有用的 王阳明你讲完全对 但朱熹讲的也没有错 好 但是王阳明是什么 其一分一合之间 未免以其学者心理为二之弊 此后是所有 专且有本性 遂以物理之患 我永远要说 人病不是法病 人病就是人病 这个直接骂人就好 不要骂理论 因为理论都是 伟大的哲学家写 朱熹就是伟大的哲学家 那王阳明其实要骂的是什么 他同时代的 某个官员某个官员 某个官员某个官员 某个太监某个太监某个太监 王阳明要骂这些人 但去借朱熹的理论来骂这些人 我要说王阳明看到的呢 都是实际的现象 那是人病 不是朱熹的理论 有什么毛病 也不是朱熹理论 导致他们这样子的 否则所有的政治哲学的好的理论 他都有可能被人类用坏 那是那个政治哲学理论不对吗 不是人心不对 好 好 福外心以求物理 事已有 福外心以求物理 这个事已有暗而不达之处 那 那 王阳明就是说 朱熹熹理与世事物物 的这个做法呢 是外心以求理 一 那 既然你的本心没有提起 那么 你做事情 就可未必成义正心 所以呢 事情就做不好 这就是告子意外之说 好 孟子 所以未知 不知义也 好 王阳明认为 朱熹的东西是意外说 朱熹的东西是告子 告子可能有其他的理论 但是在孟子的著作里面的 孟告之变 人意内在人内意外呢 孟子不是 孟子 孟子不是 就是赢家 就孟子自己写的孟告之变 很明显的 告子谈的是伦理得目 决定于外在对象 跟我的关系 所以叫做意外 孟子谈的是 伦理情感 道德情感 绝对决定于 主体内在的发动 所以是意内 所以 孟子这话是在讲功夫论的 王阳明也是在讲功夫论的 功夫论 发自于主体内在 对不对呢 百分之一万对 但是功夫论这样讲 人意 内在 没有必要说 伦理得目 讲人类意外 是错的 没有必要说人家 讲错 好 意外就意外 本来就应该意外 但谈的是伦理得目 那我知道伦理得目的目的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要做啊 毫厘之间有一个先知 后行的问题 往哪里走 才可以到我家 右边还是左边 我得先知道嘛 所以这条路以前没走过 好不好走呢 我走了才知道 这种辩论有什么好争执的呢 这是不一样的话 如此而已 好 所以孟子说不知义啊 孟子说告辞不知义啊 我还没跟孟子一样 个性刚烈 道德意志是很坚强的 但是呢 对于别人所说的 不舍及公共政策 好恶之变 或者是是非之变 而是 客观学理的讨论 不舍及公共政策的 是非的事情呢 他们也非常的坚持 所以孟子说告辞不知义 说告辞不知义 等于说你这个人没有廉耻 这话就严重了 完全不应该这样说 心依而已 以其全体坦测而言 为之人 好 得意而言为之义 调理而言为之理 好 这就是 其实这就是一种 存有论的说法 我们看 得意而为之义 那怎么样叫做得意呢 怎么样叫得意呢 怎么样叫得意呢 父子有亲 君臣有义 夫妇有别 长幼有婿 朋友有性 五轮呢 所以呢 亲 义 这个 这个 词 别 等等的 这些价值意识 就是义啊 就叫义啊 所以是不是决定外在对象 就是 好 但它都是道德意识 发出来的 这时候 跟大家谈一点 那个哲学的研究的方法 心 存有饭头 理 好 存有范畴 这个 性 存有范畴 人 价值意识 义 价值意识 那 心 性 道 理 情 才 这些是 存有范畴 价值意识 是 仁义 理智 老子 有不同的价值意识 无为 庄子 有不同的价值意识 逍遥 国家有不同的价值意识 波人 那么对王阳明而言呢 这就是在谈这个存有论的问题 这些抽象的概念定义的问题 各位朋友 抽象概念的定义 朱熹谈的最彻底 好 这个 再没有比朱熹谈的更完整了 王阳明所谈的 没有出于朱熹之外 好 不可以心外求人 不可以外心以求义 独可以外心以求理乎啊 你看 王阳明 执着在理这个字 为什么呢 因为朱熹讲格物之之 朱熹讲穷理 穷理就是格物之之 所以格物之之就是穷理 格物之之呢 就是求在外 所以穷理就是求在外 穷理就是求在外 所以对王阳明而言呢 就变什么 心外求人 心外求义 理 人跟义呢 是理这个 存有范畴的价值意识的内眼 人意理之 价值意识的内眼 存有范畴是理 存有范畴是信 存有范畴是道 存有范畴是天 存有范畴是心 那对王阳明而言呢 因为他要谈的是功夫论 所以呢 人意内在 所以理言内在于心 人意内在就是孟子的思路 功夫论的思路 所以理也内在于心 理内在于心呢 那就是这个不可以心外求理 所以 王阳明在谈 这个主体性的价值自觉 理内在于心 纯粹化主体意志 理内在于心 那么这个 朱熹在谈什么 事物的客观原理 物理化学客观原理 你要去研究那个东西 天下事物的价值意识 仁意理之 一个一个给他搞清楚 搞清楚以后呢 那你要成立正习 所以有一个先后的次第 对 格物之之呢 既研究文件之之 也研究德性之之 既研究物理化学事物的客观原理 也研究 事情事件事业如何处置 的价值意识 所以呢 这个 天下事情都是同样的价值意识 仁意理之 性善论 这是朱熹的进入 好 这个 王阳明说 外星以求理 就造成知行 所以二义 各位朋友 这个 没有人外星以求理 在做道德实践的时候 都是主体的事 人的事 人心的事 当然是你要愿意这件事情 才能够成 所以你必须要愿意 必须要愿意就是要立志 所以 陆向山说 我平生的功夫只有一条 心力乎无心之大志 王阳明呢 从不到来就是 质量之鱼 事实无 这是什么 这就是立志 立志就是孟子在讲的 持之志无铺之气 忽善养无浩然之气 这就是谈立志 谈立志 就是在谈功夫论 功夫论 谈功夫论的时候呢 理在心内 由心提起 把他实践 至于我们在谈人性的时候呢 那性即理 人性是善的 天理呢 是善的 所以性即理 那这不是在外心求理 这是在谈这个哲学 论理学的问题 形上学的问题 本体论的问题 外心以求理 知行所以为二爷 我要再强调 王阳明这话 不是在说朱熹 但是朱熹没有讲这种话 王阳明是圣人 朱熹也是圣人 所以呢 我们肯定王阳明 我们也要把朱熹的理论呢 好好地说清楚 求理于无心 此圣门知行 何一之教 无子又 可疑乎 我们没有怀疑 是王阳明 你对朱熹的解读 是错误的 这个外心求理 对朱熹的解读 是错误的 那我也要呼吁这个 学术界在谈 朱熹的 哲学理论的时候呢 因为陆向山跟王阳明的批评 或者是蒙东山继续的批评 那就认为朱熹的理论一定是 这个外理于心 是错误的 那这也是错误的理解 陆向山跟王阳明的心学非常好 但陆向山跟王阳明对朱熹的解读非常坏 而且是错误的 蒙东山的解读也是非常坏 也是错误的 好 这件事情可以继续变下去 只要有中国人在 只要有中国哲学在 就可以继续辩论讨论下去 来书云 好 接下来这一段呢 这个 讲大学 真的就是直接 在跟这个朱熹做辩论 有点长 但是很清楚 所以我把它讲清楚 好 大学古本 置其本体之之 故孟子静心之之 朱子亦以虚灵之觉为此心之量 然静心由于知性 置之在于格物 朱熹 这个 诠释大学 就大学呢 的文字里面 有很多句子 直接 大学的句子本身讲 诚意该怎么诚意 正心该怎么诚心 但没有讲格物之之 该怎么格物之之 所以朱熹就 做了一个 补充 谈格物之之 该怎么格物之之 同时呢 朱熹呢 就先格物之之 再诚意正心 再修起智评 来解读 大学 那 黄耀明根本不同意 朱熹对格物之之的解读 因为朱熹对格物之之 之之的解读 就是一个知的功夫 黄耀明对格物之之的解读呢 就是 还是道德实践的意思的本身 朱熹的格物是研究事物 自之是把知识 客观知识搞清楚 黄耀明的格物呢 是证物 去除物欲 自之呢 是智无心之良知 与世事物 这两个概念的解法 跟诚意正心的解法 是一样的 所以黄耀明不同意 把格物之之当作 之的功夫的解读 后来还建立知行合一的理论 好 所以对于顾东桥而言呢 那他就知道 朱熹在这名所讲的 这个靖心 由于智信 这个智智在于格物 好 那这是朱熹的话 靖心由于智信 智智在于格物 智智格物是大学的句子 靖心智信呢 是孟子的句子 孟子有靖心智信之天 存心养性是天 夭壽不二修身以四之 孟子的这一段话 朱熹做了大学问 王阳明也做了大学问 而且是跟朱熹的 做法的对着干 我要强调 孟子的这三顿话 有孟子的意思 那朱熹对他做一个 先知后行的发挥 王阳明呢 对他做一个 这个 倒过来的一个 发挥 朱熹在诠释孟子的话 有朱熹的问题意识 王阳明在诠释的 孟子的话的时候 也有王阳明的问题意识 其实他们两个问题 是不相同的 好 但这段非常的精彩 我们来看 这个 王阳明的说法 进行由于知性 致之在于 格武 此与然 然本无止之 义 其所以为 事与者 尚有未明 因为 王阳明认为 顾东桥 你好像受了朱熹的影响 且看朱熹怎么讲 这个大学的格武之之 跟孟子的 尽心知性之天 存心养性是天 妖兽不二 修身以四之 这两段话 合在一起 所以一方面全是大学 一方面全是孟子 因为朱熹讲先之后行 所以把尽心知性之天 当作格武之之 存心养性是天 当作诚意正心修身 妖兽不二 修身以四之呢 当作知智人尽 治国平天下圣人的事业 所以朱熹 把格武之之 诚意正心 修身其家 自国平天下 拿来解读 尽心知性之天 存心养性是天 央兽不二 修身以四 所以 尽心知性之天 前面呢 是属于格志的阶段 这是一类 那 存心养性是天呢 是诚意就正心 这是第二类 然后 央兽不二 修身以四 以至 圣人之士呢 这是第三类 这样子 刚好 格志成的修起 治平 弄上去 这里头 比较有争议的 其实是这个 尽心知性之天 朱熹明确的讲 要先知性 才能够 进行 因为朱熹 已经非常固执 地要先知后行 朱熹解释大学文本 格武之之 先知后行 我认为符合大学的本意 但朱熹因着这种格武之之的 先知后行的思路去解读孟子的时候呢 我也认为朱熹呢 也很固执 跟王阳明一样 也很固执 很抱歉 哲学家都很固执 所以 这一段的解读 朱熹认为是先知性 才能够进行 好 所以呢 放在格武之之的架构 而放在大学的 巴木的次第的架构 若比人之见 则与朱子正相反 王阳明认为 自己的意见跟朱熹 完全不同 尽心知性之天 是生之安息 圣人之事 你看 对朱熹而言呢 是夭壽不二修身以四 才是圣人之事 王阳明就 尽心知性之天 就是圣人之事 纯心养性是天呢 是贤者之事 然后呢 夭壽不二修身以四呢 是困之免行 学者之事 其实这三个 还是有不一样 对朱熹是功夫次第的 格子城镇修起制品 对王阳明主要呢 是学者贤人圣人 这样 学者贤人圣人 就是人格的能力的 境界的高下之别 所以而这个次序呢 刚好跟朱熹相反 因为朱熹把 夭壽不二修身以四 当作圣人 王阳明把 夭壽不二修身以四 当作学者 因为他还在困之远行 就夭壽不二修身以四 而言呢 我认为这完全就是 语意解读的 你把它理解成 不行 因此要追求 这个努力 刻苦自免 所以是学者之事 还是你把它追 把它解读成 心平气和 从心所欲不预举 夭壽不二 从心所欲不预举 我就是这样修身以四 因此是圣人的事业 这只是大家感受上的不同 孟子在讲这三段话的时候呢 到底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次第呢 那 这个也是另外一回事 但这两位大哲学家 看到这一段话 阿阳都太喜欢了 都做了很重要的解读 好 我们现在处理 朱熹跟王阳明的解读 那王阳明就认为 其可专以静心之性为之 存心养性为行 好 那因为朱熹就放在大学脉文 来解读 孟子 我只奏文此言 庇佑以为大汉 顾东桥你听我这样讲 你又吓一跳了 对不对 因为我又跟朱熹讲的 不一样 你们在科举考试的时候 都是读朱熹的书 不过我考第一名就是了 但是呢 我的解读跟朱熹不一样 你吓坏了吧 好 然期间 实无可疑 我会一一为你讲清楚 尽心之心之天 对王阳明而言呢 心之体性 性之源天 其实这个话就是 形上学的话 就是我们讲 存有论的 这个说法 好 能尽其心 是能尽其性 以一 尽心就是尽心的本性 尽心不是尽心的欲望 所以我们讲 做功夫叫做本体功夫 而不是表面功夫 不是欲望功夫 而是本体功夫 所以尽心就是尽性 尽我们的本性 本体 中庸讲 天下自成能尽其性 好 王阳明要讲尽心之性之天的 孟子的句子 是圣人的功夫的时候呢 有戒中庸 好 戒中庸 讲到性 跟讲到知的概念 讲到性的概念 没有什么问题 闻天下之成 唯能尽其性 但是呢 中庸讲 知天地之话欲 知诸鬼神无疑 知天也 中庸是这样在讲 知天的 所以 这个 在 知天的 这个境界上呢 是圣人的境 已经知天地之话欲了 所以 王阳明在看知的时候 都是良知 良知的知 而不是一般客观事物的知 所以他不是一个功夫次第 在谈知行 他就是一个本体功夫 价值自觉 在谈这个智慧良知的知 所以 藉由中庸的话 说 这个知 根本就是圣人的境界 你看 王阳明讲 此为圣人而后能然 所以呢 生之安心 静心知信之天呢 是生之 天生就知道了 生而知之者 圣人之之 聪明才智最高 生而知之者 安于其行 圣人之事也 这是 最高的阶段 诸心呢 功夫次第的 最初级的阶段 王阳明呢 个人境界的 最高的境界 好 第二 存心 存其心者 未能进其心 故须压 存之之功 必存之既久 到了 不用存了 自无不存 就是 这时候功夫才做好 但是呢 前面就比较努力存 努力存 所以才可以 延进 所以呢 这个 存心养性 是天呢 境界 落下 静心知信 知天呢 境界最高 你看 国外面还有另外一个 另外一招 很厉害 我们在看历史古装 连续剧的时候 那些官员的名字 有人叫做知州 有人叫做知县 叫做知州 知县叫掌管这一周 掌管这一县 地方官员 知天之之 就是知州 知县之之 知州 一周之事 皆已知 皆己事 知县 一县之事 皆己事 就掌理这一切 所以我知天呢 天就是我 我的行为 跟天道的行为 是一样的 所以是圣人的境界 就像知州 知县一样 地方的父母官 地方的主宰 什么事情 我都知道 并且我掌管他 并且呢 把他打理的很好 是与天为一者 所以将知天 那就是圣人的境界 将是天呢 如子之是父 臣之是今 跟天呢 还隔开来 进行知性知天 那就跟天为一 存心养性是天 我侍奉你 我跟你是二 而不是一 所以存心养性是天 是中间的功夫 进行知性知天 是最上面的功夫 天之所以命于我 心也信也 无但存之 不敢施 养之 不敢害 这个 父母权而生之 子权而归之 所以这段是在讲 这个 存心养性是天 所以是 学之力行 显然之事 就是努力的做 这样子 好 至于妖兽不二 好 与存心又更 落下层了 存心养性 是天 价值意识非常清楚 我现在就做了 妖兽不二呢 这个 修身以四肢啊 是什么 价值意识不是很明显 被勉强 捆绑 自我要求 存心者呢 虽未能尽其心 故以一心于为善 所以存心的人呢 已经知道价值意识了 只是使有不存 我努力存 但如果是妖兽不二的话呢 修身以四呢 是 这个 由以妖兽二其心 由以妖兽二 就是你状况不好的时候 我就把道德丢了 我 我妖兽的时候呢 这个 碰到危险的时候呢 颠沛 造次流离的时候 我就把道德给丢了 那 这样子的话是不对的 所以呢 要要求你 不要丢掉 为善之心 由未能一 存之上有所未可 而何尽之可云国 所以 根本没有达到最高境界 那诸夫子 你为什么把它说成最高境界呢 今且使之不已 妖兽 二其为善之心 要求你 不可以 有二心 死生妖兽 就有命定 无但一心于为善 不要管个人的命运 这样呢 一种 修无之生 你四天命 对你的要求 所以呢 当一个人被这样要求的时候呢 这个人根本就还不知道有天命 这样子 当一个人被要求四天的时候呢 他知道有天命了 这样子 当一个人知天的时候呢 那不是与天等同 为天人合一啦 这是最高的境界 所以王阳明是这样解读的 那我觉得 妖兽伯尔修身以四 真的是看言解读 还是与异的问题 好 这 毕师刚刚讲过 这个 是天与天为二 但以真知天命之所在 只不过要恭敬的做而已 如果是妖兽伯尔修身以四呢 那就是 还不能够知道天命所在 所以呢 这个需要对他进行要求 它叫做 所以立命 立就是创立 立功立德立名立言 为什么要立呢 因为你没有 所以要立 所以 妖兽伯尔修身以四呢 是没有 所以要求你 所以是境界最低的 所以说是什么 困之免行 学者之事也 好 以上呢 就是把 尽心知性之天 纯心养性 是天呢 这个说清楚 然后呢 这个接下来呢 就是要批评 朱熹 时间很有限 因为我想一个半小时 讲完 尽心知性之天 为格武至之 赵朱熹的话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 还初学者 还不能不二其心 就要求圣人的境界 接下来王亚明就是用他自己的解读的 这个 语意 来说 那朱熹这样就是让 初学者做圣人的功夫 所以茫然不知所措 所以就会率天下而入 大家都在路上做一些没有用的事情 所以 这个时代 自知格武的理论 的毛病就出现了 就是天下人的毛病 就是朱熹你这个理论造成的 物外以内 博尔寡药呢 都是朱熹造成的 无乃亦是过语 这学问最吃锦处 这个地方没有弄清楚 后面就很严重了 这所以 笔人 冒天下之非孝 忘记深陷于罪炉 能如其言 其不容易者也 就是我为什么一定要 努力的讲 不断的讲 虽然我自己呢 这个得罪了皇上 但是呢 我还是要努力讲这个话 好 这个已经 一个半小时了 我的这个喜马拉雅的这个录音90分钟 这个已经不能再录来 那因为已经讲了一个半小时了 所以我想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这段真的就是理论性比较强的一段 那都是 很直接就是在跟朱熹做辩论 那因为我自己是做 宋明如学研究的 那对朱熹的理论 比较清楚 所以纯粹从理论的进度 来说明两家的差异 那么 并没有对王阳明不敬 但是呢 在学问上 在理论上 那王阳明对朱熹错误的批评 那一样还是要清楚地呈现出来 虽然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呢 不对 无碍于王阳明作为圣人 但如果从学术学者的角度 把王阳明的地位从圣人 暂时拉下来当作一般学者的话 那王阳明对朱熹的批评呢 是不对的 那这一点呢 那我也是要清楚地把它讲出来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或者是聆听 那我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